One step 大臉挽妝 快開淚了 My style 很難過 嗨大家我是馬他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非常特別 就是我收到了來自另外一位美妝youtuber 寄來了全套彩妝 今天就要來用他上臉 那這也是我第一次呢跟其他美妝youtuber合作 然後我這次合作的對象就是 五月美 那如果去看他的影片 他就會有一個非常招牌的這個 首飾在影片內開頭 哈囉我是五月美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就想說 哇也太有gots了吧 然後那時候起印象就非常深刻 那我們後來呢就是有在網路上稍微聊天啊 然後認識一下之後就促成這次的影片主題 簡單來說這次我們就是互相 為對方挑選了整套全臉的彩妝 沒有風格上啊 品牌或者是價格上面的限制 而今天這影片上的時候 他那邊也會上同樣主題的影片 我會把那個連結補在資訊欄 所以大家看完我這支 記得也要去看他那支 看他如何運用我寄送給大家的彩妝 好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熱騰騰的來開箱 並且實際上臉 所以大家如果對今天的影片主題有興趣的話 你就趕快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 哈囉 真的很好奇他會寄什麼彩妝給我 我收到包裹到現在已經快20天了 因為工作關鍵我就一直沒時間拍影片 今天終於要來打開他了 我忍超久的 啊他還寫了卡片天哪好用心 很訝異耶 目前我看到蠻多是歐美掛的彩妝 我以為他比較少用歐美掛彩妝 等一下 好開箱第一個東西 我剛剛想說這麼大一個是什麼 結果是橘朵的這個化妝鏡 也太可愛了吧 雙面的他外面還有印一圈這種 月亮的文字壓紋 好妝前來用到 愛咪咪這個 Oil Cut系列的妝前乳 他那時候出的時候其實我很想買耶 因為蠻多YouTuber有介紹 然後我記得他們也有介紹 他有說這款是比較清爽 然後控油的質地還蠻適合夏天使用的 他擠出來蠻明顯 是這種非常非常水狀 好推的質地 我記得這款妝前他是主打控油的 但是以控油的妝前乳來講 他的質地真的非常的水潤清爽 而且在臉上那種悶感很小 這我還蠻訝異的 但這就會讓我有一點小小的 可能會想要知道他的實際控油能力是如何 不過目前上臉的感覺很舒服 然後他是屬於沒有什麼潤色提亮效果 就還蠻自然的 然後看得出來我皮膚這半邊臉就是更有光澤 相較於這邊 這款目前上臉出印象還不錯 尤其是我通常在上妝前乳的時候 下巴這邊很容易起屑 但是因為這款的質地本來就是比較水的類型 所以目前在我的下巴是完全沒有起屑的問題 那再來遮瑕膏呢 收到的是LESSEM的這個遮瑕有兩個顏色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非常熱門 常常榜上有名便宜的開架遮瑕 但我也是沒用過 聽說他一支大概都只要一百出頭而已 然後我先用比較深的這個顏色 把我一些比較明顯的痘印給蓋來看 他的質地好像不會很乾 但是遮瑕度蠻好的 我覺得他這一款的遮瑕力真的很不錯 然後我好像有點用太多了 大家感覺瑕疵沒那麼嚴重的話 輕薄上一點就行了 我剛剛這邊有個很深的痘印像是完全看不見 我現在就想我給他的色號我會太深 因為他給我這個比較深的遮瑕 其實在我臉上蠻白的 比較像是提亮用的遮瑕 好我覺得這個遮瑕優點是他還蠻服貼的 而且我覺得以他質地上看起來是比較水重的類型 他的遮瑕度還蠻好的 所以使用上我覺得用量真的不用多 那至於可能在我臉上有點白一塊白一塊 色號的問題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因為The Sam我記得他家的色捲非常的廣 所以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偏黃或偏黑的話 一樣還是跳得到屬於自己的色號 再來底妝呢 我只能說我們非常的有默契 他寄給我的是MACO的這一顆氣墊 然後呢我前陣子也收到了MACO寄來的公關品裡面 也有這顆氣墊 但是我因為沒有時間用 目前完全還沒有使用過他 一直想說要來找這件事 沒想到我原本就寄來了 那正好我今天就可以來好好使用 那他的包裝呢其實我自己說到時候 我就覺得是有一點點微廉價的 就是塑膠感還蠻重的 然後上面的刻紋 我覺得也不是我的菜 喔 欸 我覺得有出乎意料喔 我目前好像還蠻喜歡這個氣墊的質地 他的質地其實蠻明顯看得出來是霧感的質地 但是他不會很假面 妝感也不會很重 給大家看半邊臉的妝感 他的遮瑕度我覺得有到大概六七成 就是我剛剛泛紅啊膚色不均的問題 他算是蠻完美的遮蓋組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在沒有遮瑕的狀況下的話 他的遮瑕度應該就是普通 但他這種氣墊的妝感算是我蠻喜歡的類型 就是不會太水光澤 然後也不會太死霧假面 鏡頭拉鏡給大家稍微看一下這顆氣墊的妝感 真的是蠻服貼的 妝感上來說真的是蠻深得我心的 然後顏色上也很不錯 就看持久度怎麼樣 再來我用這個比較淺的一號色 提亮我的額頭這個部分 然後鼻樑也稍微小提亮一下 定妝的部分呢 是Salon的這個蜜粉餅 然後他個頭很小一個 那我就用他這個內附的粉撲 他的粉體有一點粉色調耶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 等一下喔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但是我剛剛那個粉一上上去 我覺得就跟粉底有點卡卡的嗎 是太乾嗎 我不知道 我先改用刷具上好了 這邊呢是用內附的粉撲上 然後這邊就是用刷具清掃 我覺得這邊他就還是有一點點小浮粉 就有點太乾的感覺 但是這邊我覺得就稍微好一些些 不過我有在想會不會是因為今天的底妝組合 都是非常控油的類型 然後就有點過度控油 因為我昨天有擦那個酸類產品 所以我今天的皮膚本身就是偏乾一點點的 雖然我剛剛有做那個妝前的保濕 對但我覺得可能還是多多少少有影響 好再來眉毛的部分呢 他寄給了我兩支 第一支是MISSHA這個雙頭的眉筆 一邊就是這種可以轉出來的螺旋筆型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蠻常見的這種刷頭 第二支則是Salon的這個防水的眉筆 他就是這種很像鉛筆一樣拿去削的類型 我先用MISSHA這支簡單畫個底 那先用他這邊的刷頭整理一下眉毛 是這種很尖的類型嘛 所以他要畫出那種根根分明的毛流感 我覺得是容易的 然後他也很好上色 我覺得你剛開始畫上去的時候 可能會嚇到想說他怎麼這麼顯色 但是你把它梳開之後我覺得就還好了 看起來還蠻自然的 然後我再用Salon的這個稍微 增加眉頭的一點毛流感就好了 是我錯覺嗎 Salon這個我好像不太會用耶 眉筆的質地有一點點黏 我覺得在眉毛上面好像比較會容易結塊 梳開之後是還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可能not my type吧 就是我不太喜歡這種質地的眉筆 但MISSHA這支我蠻喜歡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毛量偏少的人 你用他應該會覺得蠻方便的 好那再來眼影的話是這一盤 Proficient的是一個實色盤 然後整體的色調的話 我覺得是粉紫 然後帶一點紅棕調在裡面 那我剛剛已經全部都手刷過了 然後我自己覺得他盤裡面 只要是這種霧面帶珠光的顏色都非常漂亮 就是在手上很細膩啊很服貼 然後也覺得他霧面帶珠光的那個霧面底色很足 所以我覺得在眼睛上面才不會看起來很腫泡這樣子 另外就是我剛剛刷起來 我覺得他整盤的顯色度都比在盤裡面看 可能還要再深一些些喔 所以我覺得像是他最淺的打底色 可能就稍嫌不足 好那我們就來化眼妝吧 好那我先用霧面色大面積打底 再來沾這個顏色加深眼尾後半部 用回前個顏色暈染一下邊界 剛剛那個顏色我也帶一點到臥蠶 再來我用很細的刷具沾這個最深色 我先來化我的臥蠶 然後沾這個銀白色打亮我的臥蠶 然後沾這個銀白色打亮我的臥蠶 然後也稍微打亮一下眼頭 再來呢我沾這個有點生紫粉色調的霧面帶珠光 美妝的部分大概是長這樣 接著呢來化眼線 我有收到花洛莉亞的眼線筆給我 他包裝非常的可愛 我其實平常不太畫眼線的 所以我今天想畫這種就是簡簡單單的 沒有很跑出去的眼線就好了 OK眼妝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這盤還是以歐美妝容為主會比較好 那他這盤的粉質顯色度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也沒有什麼落粉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以產品品質本身來講 他這個是很不錯的 然後花洛莉亞的這個眼線筆啊 剛剛試下來的出水量是很夠 然後也不會爆水什麼的 然後筆心是很軟的那種類型 所以要貼著你的眼皮跟部去畫 還算蠻容易的 然後最後 呃 五月美他也有寄給我那個花洛莉亞的睫毛膏 但我只能跟他say sorry一下 因為我真的是不會用睫毛膏的人 那我今天就不特意去示範怎麼使用它了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會大翻船這樣子 希望來日放長 等我學會之後我再來好好使用它 那再來修容的部分 收到Bia的這個還蠻熱門的單色修容 那他的色調呢現在看起來是有點冷灰色調的 我拿他來修一下我的鼻子好了 還蠻自然的耶我覺得他顏色不會冷到 黃皮上不上去 再來打亮的話他有寄給我Wet and Wild的這一顆 算是香檳精的打亮 看得到嗎? 他的底色我覺得有一點點金色 但是還蠻微弱的 我怎麼覺得我好像上了個寂寞 他這顆香檳精的顏色還蠻不明顯的耶 我甚至我有上不上去嗎? 這一顆的話 嗯...就是 我有點感受不到他的 那個打亮的感覺在哪 他裡面那個珠光是非常非常微弱的類型 好腮紅呢是這顆4u2的單色腮紅 這系列我也有幾顆 但我沒有這個色號是Merry Me 他的色調呢是有一點點 土帶粉調的色系 然後他們這系列的腮紅真的非常非常顯色 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很小心的閃 我就先用輕點的方式 那我今天腮紅就上在比較顴骨的位置 因為我今天的妝也是比較歐美一點 有沒有我真的只上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他的顯色度是有出來的 最後唇彩呢是Cara Beauty的這個 極霧印象唇彩 色系的話我覺得是有點帶裸粉調的土色 糟糕 這個唇彩的質地 我有一點點不喜歡 就是我覺得這個唇藥 在明嘴巴分開的時候會有點 就大家有沒有看到黏住的感覺 然後他上嘴巴乾的速度還蠻快的 所以一來是你可能你要暈染的話 動作得快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會有點上不太均勻 然後有一點顯唇紋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他在鏡頭裡面應該感覺出來 我描述的那種狀況 然後色調的話 他是有融進橢紅色系進去 所以即便他可能本身看起來是有一點點粉調的 他也不會產生那種可能死亡 巴比或者是太過螢光的感覺 我覺得色調上來說是還蠻不錯的 可惜就是質地上我並不是很喜歡這樣子 好那以上呢就是用五月梅他這次寄給我的 所有彩妝完成的一個全臉妝容 然後我其實覺得今天呢 有用到不錯的好物 但是呢我覺得有些雷也是彩得很明顯 用到想要推薦給大家的話 我覺得是iMimi的這個控油妝前以及MACO的起點 我還蠻喜歡iMimi這個控油妝前的質地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他是SPF50加PA4個加 所以以夏天來說他是可以拿來當作防曬的 然後目前他也沒有跟我的底妝有發生什麼打架的問題 然後MACO的這顆氣點啊我覺得他就是非常服貼 色號呢也是很黃皮友善 那目前呢上到現在我覺得他出遊之後 其實妝感跟剛上妝的情形是差不多的 目前大概上妝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雷霧的話啊我自己覺得是 Wed&White的這個打亮以及Cara Beauty的這個唇彩 這個打亮就是我覺得有點國王的打亮那樣子的感覺 可能喜歡自然妝感的會很喜歡他 但是他對我來說真的有點太自然了 那Cara的這個就我不用多說了吧 他那個質地我真的有點不太行 不知道是只有我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大家記得要趕快去吳岳梅的頻道 看我寄給他的彩妝 他會不會也遇到有什麼很雷的問題 畢竟我們兩個的膚質是真的蠻不相同的 所以我覺得彩妝品上面的挑選 不一定會適合對方這樣子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系列影片的話 也可以留言跟我講 看我有沒有機會再跟其他美中的YouTB合作 記得要去我的IG看我更多即時的彩妝分享 訂閱頻道因為每週四晚間六點都會有新影片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